嗨 今天想要來錄一個影片就是 Get Ready With Me 就是我早上的一些簡單的步驟 跟大家分享 包括妝前保養的部分 我不是很執著於 一個特定品牌的保養品 但是我就是會 可能有幾樣固定的東西 我會長時間的使用 但是其他的一些東西 我可能就是 會輪著用或是替換著用 或是聽說最近什麼不錯 就買來用看看是不是適合我自己 所以今天 早上洗完臉之後呢 我會先噴一些化妝水 那我現在手邊的是 New Skin的這個化妝水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很方便可以 直接用噴的 因為其實我平常 我本來沒有說 再用化妝水 因為就是會被我省略這個步驟 但是 這一罐因為它是用噴的 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也吸收很快 化妝水上完之後 我就會上 這個防曬乳液 這也是剛好也是New Skin的 然後它是SPF15 所以如果是你 今天可能沒有什麼 太多的戶外活動的話 就是可以用這個 因為它的 細數比較低一點 然後 質地是有點像乳液一樣 它是有點像是保濕防曬乳液 所以我可能早上就是 如果今天我只是帶一家 或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計畫的話 我就是上這個 不然的話我就會上 像禮膚保水 SBF50的那一支 這樣子 然後 好 再來是 嗯 就是這個 這個 維利達台灣也有賣這個牌子 就是維利達的這個 其實這是給嬰兒用的 這是Baby的 嗯 就是臉 臉的乳液 那因為我前陣子就是 過敏的很厲害 然後大家用什麼東西都 感覺沒有什麼效 或是還是覺得有點刺激 所以我就把這個 本來是買給Sophie我女兒用的 就拿來試試看 結果覺得 還蠻好用的 所以現在 我就自己拿來用 它的質地是 比較濃稠的 乳液 就是有點半霜狀 其實它是有點像是霜狀的 東西 然後我就 現在我都 會用這一個 就是有點像當做 嗯 鎮定 鎮定乳液 或是日霜之類的這樣子 那基本上 這樣子我 平常 白天的妝前 的 步驟 就結束了 好 那再來我就是要 開始化妝啦 那我今天一樣就是用那個 不用粉底液的那個底妝 所以我會用這個 素顏霜 然後素顏霜上完之後呢 我就是用 L'Oreal的這個 遮瑕打亮筆 好 好 好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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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好 好 有 好 我剛剛用的是就是Medium中膚色的那一支遮瑕 比較像是遮瑕 然後現在 我現在換淺膚色的這一支 做局部的提亮 好 然後再來就是重點遮瑕 那基本上我今天的妝啊 就是我平常如果是 就是出去比如說住一兩天的話 會帶這樣子 就是我的一個小化妝包 然後裡面一些我必備的東西 然後重點遮瑕 因為加州太陽真的很恐怖 所以我覺得臉上好像就是 開始有一些曬斑喔 就是被曬出來 但是這真的也沒有辦法 只能就是盡量盡量注意防曬囉 畢竟在加州沒有人撐傘啊 所以撐傘就非常的奇怪 只能就只能用防曬 擦防曬來抵擋可怕的太陽 然後再來呢 通常我會畫眉毛 眉毛畫我的必備的兩樣東西 就是眉筆跟一盒這個眉粉 眉筆的話其實不一定拿一支 反正就是會帶一支在包包裡 那那盒眉粉是上次回台灣的時候買的 那個Integrate的眉粉 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它也是有不同顏色 然後淺色的那個就可以拿來打輪廓 一盒就是可以包辦 輪廓 甚至有時候也可以代替眼影啊 就是包辦眉毛跟眼影 覺得很方便 我會先用眉筆畫完之後 眉筆畫完之後呢 然後再用眉粉 它是這樣子 就是還有一格打亮 淺 中 深 三個顏色 那通常我畫眉毛的時候 是就是用前面這兩個 最後這個很少用到 因為蠻深的 我覺得幾乎可以拿來畫眼線 就是用它附著這個小刷子 所以不用另外再帶什麼刷具就很方便 這樣眉毛的眉毛部分就完成了 然後我現在會用這個 就是淺色這一格來做眼睛的輪廓 然後在握放一邊 然後在那邊 就像這樣子 然後把它弄一刷 这个他的任务就结束了 然后现在就画眼影的部分 用我的我爱的3眼蜜 眼蜜画完之后呢 我就画眼线 眼蜜画完之后 眼蜜画完之后呢 我会在上面再叠一层眼影粉 然后我用的是CAMMAKE这个 因为我觉得CAMMAKE的刷子还不错 就是还有一个扁刷 然后我会用最深的这个颜色 叠在我的眼线上面 让他的边线比较自然一点 嗨Sophie 要看一下苏菲吗 比比拉 你在玩什么 嗨 Yeah OK 好你去玩你的 继续画眼线 眼线 我会稍微从眼线叠了之后 再向外 晕 晕一点点 像那个眼线的边边不会那么锐利 画完了上眼线之后呢 我会用一样是用这盒眼影画下眼影的部分 我会用这三个颜色 先从最浅的开始 最浅的 然后我就会用棉棒 再用中间这个颜色 最后就是嘴身的 然后我就会用这个刷子的部分 就只有眼尾的一点点这样 然后呢 再来他上面这两个打亮可以 就是打亮眼头的部分 那我就是直接用手沾最浅的这个 这个 然后顺便我会打亮一下唇尖 然后就是这个 唇部打底 因为我的唇很干 然后唇纹很明显 所以这个现在已经变成我的化妆包必备项目之一 上完他之后上唇彩就会变得比较好看 我有一支霧面唇彩 这一支呢 Urban Decay是我那时候买 Sephora有一个裸色唇彩组里面的一支 然后他是一支正品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颜色真的很土色 可是最近超喜欢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把它涂在内侧很好看 就是内侧会比较深一点 就是有点涂色涂色的唇彩唇色 再来就是夹睫毛跟刷睫毛膏 但是呢因为我等一下要来录就是另外一支影片 就是介绍我最近新买的一支很厉害的睫毛膏 所以呢我现在就暂时先补上睫毛膏 就是睫毛部分会在另外一支影片 OK 那如果是最基本的妆的话 其实 因为这个化妆化很小啊 放不下我爱的那些腮红盘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就是不会上腮红 就这样子 那如果要带一个腮红的话 我会带这个 因为他就是比较小 比较适合携带 然后又附一个小的刷子 携带新的刷子所以觉得很方便 但是今天呢 我想要很淡 就是所以我只会用可能 打亮跟这个橘上面这两个稍微混一下 就是淡淡的有一点点颜色就好了 因为整个妆很淡 然后又是涂色的唇膏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颜色是比较可爱一点的 所以不适合太明显的可爱腮红配这个唇 那这就是今天的get ready with me 希望大家喜欢咯 拜拜 我们说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